我想送给自己一个礼物 初心 我也想送给父母一个心意 放心 我是Kobe 想当初 from five 毕业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位地产销售员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读书普通 口才普通 样子的话呢 哎,你说这些 二十二岁时 我买了Bookey Pintang Paryland附近的一间房子做投资 那在今年的圣诞节呢 我买了另外一个礼物送给我自己 而这个礼物呢 提醒了我要成为一个有耐心 细心 和积极的人 想当初我加入IPG的时候呢 我什么都不会 我曾试过六个月里面都没有开到任何一单 我也想过放弃 那在那时候呢 还好我的leader Adrian 他给了我很多机会 他没有放弃我 并且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另外 我想感谢公司 灌输了非常多正确的思维给我们 所以你觉得怎样这个车喜欢吗 这个是我看到满新满不错啦 然后你应该是喜欢啦 所以我也买了下来我们可以一起驾咯 那你开始看看 所以恭喜我去西哥比较 二十四岁出道车 所以明年我做多一点啦 继续努力 做到最好 OK 你要支持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十年的友情 看着你今天 有认识了差不多十年啦 看着你今天买到你自己喜欢的车 完成到你自己喜欢的目标 做当然是很开心 所以也希望你接下来就是继续努力赚更多的钱 恭喜Covid今天又帮IG添加同一同新车啦 很开心因为Covid今天 他拿到他的车 他的父母都很开心 看到今天他的儿子有这样的成就 还有一个IPG的途径 我家可以帮里完成他的梦想 和他的子之后落 analy 想做的事 至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那么我要是他继续努力啦 再下来再努力咯 ok现在我叫我的新车啦 因为其实买了 这辆车 我考虑了蛮久啦 因为之前我那辆MyV 已经연 냄 250 然后也修了蛮多东西 所以也是修到我闲了啦 再加上我自己也喜欢这辆车 然后工作也做得到 有踢到我要的target 所以就买一辆好一点的车奖励自己 这样子啦 so 我要感谢我的Leader Adrian Tan 就是名爷啦 因为他也是经常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候呢 他都会帮到我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当然也要感谢IPG咯 他借了很多很好的project回来 还有IPG的整个system都做得 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我是Kobi Lim 今年24岁 一名房地产顾问 来自IPG Malaysia 一间值得让你信赖的房地产公司